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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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先生, 高先生 幹嘛?小親子 陸婆在這裡嗅到有不明氣體深出 弄得又暈又暈 我怕極聞都沒有人回應 我家裡有不明氣體? 我家裡有不明氣體? 我好像有陣腐屍味似的 有誰在那間屋裡? 高B 高B? 高B? 我又想吃… 什麼事這麼吵? 輻射的源頭就是這雙醬茶波鞋 放在廁所排排 所以又吐得臭氣氛 真兇我又知道是誰 請他住手 這款這麼漂亮也不穿就行了 不對, 這裡是07層新款 Dumball Air全天候女裝運動鞋 還仍然是彈手 七月初的時候 有人扭足三天說要買這雙鞋 是戴著住室的, 你記得嗎? 記得 當時說去完濕地公園回來之後 把那雙球鞋洗得結白結白, 很結白 結果這雙球鞋比麥斗還黑 依照黑太陽親三一部隊 細菲培植法 這雙鞋將會變成大殺傷武器 影響全球 高B? 自己的事要自己做才行 不行, 現在舒淇作業 摊到一桌都是我看過的 一隻字都還沒寫 為什麼這雜誌會夾到無理單 就是說球鞋也沒用 舒淇再也沒做 我叫你報標的無理單, 你又沒報 我不會報 大小姐, 有多難 打個電話去說自己的客戶號碼 跟著她說那個倒數就行了 人家會下班的 怎麼搞的?人家24小時報標的 幸好多給人家退給我 不然的話, 你把她扯了 你弄甚麼?每次都是我做醜人 你不用說, 你在這裡放鬆鬆鬆 你說他吧, 明火點說他 我火也來了 放鬆鬆, 老公, 讓我來 高B, 看你像甚麼 頭像精子頭一樣 真可憐, 你看一件衣服 反轉來穿, 你知道嗎? 烏梨馬踩 天天睡到黃昭八雙 這些暑期作業是暑假前要做的 看你自己寫甚麼 你寫過的 如何度過一個充實的暑假 暑假我要做一個有擔戴的人 我要幫忙做家務 要獨立自強 要戒除懶惰貪玩的流責 你說的 高B, 你開得這麼大, 聰明 你是不是真的放暑假放到心裡 都瘋了 又掛說謊, 又追車又跟人鬥氣 我以為你會知道錯 不是的, 還要暑期作業還沒做完 學練精、學懶 算了… 高B, 來… 媽媽教你報媒體錶 婆婆, 你們別這麼打扮她 小孩子, 女兒放暑假也要休息一下 你也有壓力, 她也有壓力 我跟她去濕地公園 我很有教育的意義 是呀, 老爺 幹甚麼? 小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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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臭 這麼壞樣子, 龜也有 快點扔她 慢著… 這是青苔 不是, 這是有龜 有龜, 怎麼會弄成這樣? 高B, 我叫你放暑假看她 怎麼會有龜生青苔 那我很忙 拿來講的, 你只有一個字 懶, 你有沒有責任感? 爸爸, 你現在身同感受吧 可憐了, 有龜也是性高的 你真是怎麼可以虐待自己人 我現在決定罰你 你後天不能去中山浸溫泉 不要了, 爺爺 那天大廈維修 鹹淡水也沒有, 電梯也沒有 不能煮飯我吃的 沒有水我怎麼生存 爺爺就不要了 沒有水就自己去擔水 我小時候製水的時候 我也去擔水 你這麼大的時候 我已經學會煮飯了 我都不像你這樣又懶不做事 起碼在我家裡弄電器 像你這麼大小姐, 這麼矜貴 我也會照顧阿美和阿妮 我也不像你沒有一技之長 我起碼會幫人補衣 在英國我學中醫的時候 也要煮飯洗衣服 高B, 你現在聽到了 你真的很幸運 從小到大什麼都有 我們從小熬到大 要學會有責任心, 學會有擔戴 你什麼都是零的 所以這次罰得你對 我舉腳贊成 我贊成… 你們根本就是在雞蛋裡挑骨頭 欺負我弱勢社群 我現在放暑假, 當然要探討一下 你們整天說自己多有責任感 多有擔戴 現在家裡沒水 你們就像拍拍屁股去浸溫泉 你們有熬過嗎? 有時候不偷雞做保障 你說什麼? 我一向對這個家裡有付出的 保障 我只是三年零八個月沒熬過 不是代表我沒熬過 我又不偷不搶 你別誘, 你誘誘 我, 我有話說的 你有話說, 好… 好, 我給你一個自便的機會 大家不要拆嘴 你有一部分獨自 不過你要有條理 要有指標 要有深度的說 我們就聽了 準備好了嗎?開始… 好, 反正我很多事要說 好, 先說我小舅舅 上次輪到你幫我有龜洗澡 你開著一缸水幫我有龜洗 其間換了兩次水 有龜是家龜, 根本不髒 你說你多浪費 還有你, 迪叔 前兩天我看見你洗衣服 你開著一大機水洗兩件衣服 一件就襲衣, 一件就短褲 你看你多浪費 那次我很刺激 講了什麼暫時令我病 算了, 太好了, 姑姑 我數過了, 你一天洗二十多次手 人家說握手十五秒 你就洗足一分鐘 還要開行水喉 你也是浪費水 我怎麼漏了你, 姑姑 你出了名字, 沒手味 整天開完水喉又不關水喉 在廁所也是這樣 去完廚房拿完食物也是這樣 你整天都要我幫你收拾手 你們個個都是這樣 吐吐吐吐吐吐, 說我吐吐吐吐吐 你們有什麼資格說我 難怪我們水費比人貴 原來家裡有這麼多浪費水怪 果然一個一個也是浪費水怪 好吧, 我決定 後天一於取消旅行 個個都不能去 又搞錯了 算了… 既然後天沒水 那我就順水推舟了 一於讓你們益苦思甜 去片 香港在1895年至1982年 曾經多次濟水 其中二六三年最為嚴重 每四天供水一次 每次四個小時很慘 說得好 大哥, 你不是想這樣嗎 對, 我就是想這樣 連刑具也出了 這次真是禮真 沒錯 但我們要益苦思甜 就要時光倒流四十年 那時候沒有電梯, 沒有水 我們要以身作則來教訓高B 讓他了解一下擔大 這兩個字是甚麼意思 不要了吧 要我壓樓梯和擔水 其實也好, 可以鍛鍊身體 是啊, 讓你不要死石爛線 那也是鍛鍊高B 關我們甚麼事 我想浸溫泉 浸溫泉 我知道今天才知道你們這麼浪費水 我們現在要以身作則來教訓高B 順便教訓你們, 不可以浪費水 張誠 張誠 這樣也可以拉過來說的嗎 當然了, 大的不好, 就較為小的 我們身為長輩 就一定要做個板出來, 是嗎 可不是, 伯父 伯父, 我們這個狗的人 怎麼只有七個筒 當然了 我和伯父兩個去看店 我們免疫 沒錯 那大哥, 我也要嗎 當然了 你倆有份浪費水 你不用拿下 兒子, 阿帆 你們為人父母 養不教就父之過 你明白嗎 那要裝多少筒才夠呢? 我不用擔太多 救全家用就行了, 不用怕 我怕甚麼?我擔不擔 是呀, 我可以擔 英雄落難, 要擔水 不知何時走到石塘咀 我一代專業保險男 居然變了擔水男 真是天亡我 阿Dee, 我幾天就去骨頭出去了 待會擔水一會兒 用骨頭出來叫你幫我撿骨 放心, 行了 去那邊吧 幹甚麼?你走上縮下縮下的樣子 對了, 穿得整個神秘人 你幹甚麼? 我怕被同學見到嘛 很瘀的 總之這麼好, 別當錯了 你看, 走吧 你算甚麼? 我算我們要擔多少筒水才夠 這麼容易也要算 家裡九個人, 擔九通就夠了 錯, 還有煮飯, 洗碗, 洗衣, 洗澡, 洗澡 洗澡, 洗澡, 拔地, 淋花, 便宜又貴 保守估計都六十筒 這麼多? 我都說保守估計 我還沒算拉姑姐 拉姑姐你一天洗三次涼 頭和身分開洗 每次洗兩筒 所以一天只洗兩筒 你用六筒水 有多準 我們這天有四個人 每次拿四筒水 一來一回上樓梯 一轉就半個小時 如果以保守用水量六十筒的話 算是姐夫過天人 不餓, 不休息, 不吃 都要擔足五個小時 不是吧 對 總之這樣, 我少洗兩次 減低用水量 我叫大哥不要煮飯, 不要煮湯 最多我不去廁所 對, 最多衣服遲些才洗 對, 只剩下六筒 就要燈五、四筒 救命 救命 怎麼了?走鬼嗎? 你們一撈木在這裡幹什麼? 水車來了, 還不去裝水 這樣… 水車真的看? 麻煩, 站住… 快走 快走 我們在這裡逼得怎麼辦? 有此理, 廣斯文棧成神 是不是? 用戰術 好, 我們由地底得責 我空放支援, 走 好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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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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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了 怎麼了? 我覺得頭又重了, 手腳軟, 很不舒服 大小姐, 你現在才來找藉口 走 走 走 馬上去加藉口 落在丘頭街上辛苦三十五十八房 比這次去探 不行, 我不行 照顧住, 就要走了 怎麼樣?要不需要支援? 行不行 變成天生老徒了 這麼快? 我沒力氣 你這幾個字的 我真的不行 大哥, 你水沒煲過會肚子痛的 我已經沒時間吃了, 不可以不喝水 你再喝, 我替你扣喉 算了…阿雷, 上去我煲水給你喝 你的桶, 我替你拿 高B, 你的桶, 我替你拿 謝謝, 拉高姐 拉高姐, 你這麼偏心 你只替我倆拿 沒有, 我趕著 趕著幹甚麼 剛才出了一身汗, 很臭 不, 趕著洗個澡 很厲害 原來他是超人 不是, 知道我們要用一個小時 十五分鐘補回一兩桶水 救命 想不到會被自己人打劫 不行, 我真的受不了 受不了機會走的, 走吧… 那是誰倒水, 還留下水桶 這麼不涼 誰幫人這麼不小心呢 據現場分析 住戶一定是在擔心水的時候 撈傷腰, 滑下地 痛得不得了 連水桶也不要, 就爬回家 那頂下去, 他真是傷 阿雷, 別浪費他的桶 救命 怎麼寫著高字 對呀, 豈不是是自己人 難道是 原來在樓梯口中招的那個是你 小哥 抽筒水上樓梯, 用力拉傷救患 我說事頭沒說錯, 拿來吧 虧虛削損藥 說五樣東西, 你有齊, 拿起衣服吧 坐吧 我想不行了, 很累 你這個大小姐, 你真沒用 大嫂呢?你們回來了 好一點… 大嫂, 怎麼了? 沒事, 你怎麼了? 我今天早上摔到現在, 腳都軟了 難道這麼大股不明氣體味 很功鼻 對不起, 沒水沖廁嘛 你們的水… 不行 為甚麼? 不行, 這是人 我們搬到氣都吸收了 你這樣去衝刺, 真是老公劈我們 不要 大嫂不舒服, 情況危急, 當然要透了命 不要… 你用了我, 又要九條街再搬 求你不要 無所謂的, 我就習慣了, 沒事 你這個小肚子 簡直是人性大暴露 乖, 傻瓜 姐姐, 不用怕, 讓我痛 我怕? 阿咪真乖 我是兩子弟 偷水 賭捨了 一個和尚擔水喝 兩個和尚欠水喝 三個和尚沒有水喝 你現在高架, 一滴水都沒有 沖完涼, 整個都爽了 還能採上, 加油了一小時就關掉了 知道了… 我有個看日子, 記得, 正在捉時間 知道了 說了兩句話都出汗了 待會擔棉水回來, 叫我過來 來, 我再洗一次涼, 麻煩你 又來了 聽到了, 沒時間了, 還不出發 等等…冷靜點 夜屋天佬, 你立刻替我計算 以目前的情況 就算我們三個不用水 都要多少桶才夠 還有一個小時 我們三個人六隻手 頂籠一轉就六桶水 仕頭仕頭婆, 兩個老人家一定會用水 剛才拉姑姐用, 又說要洗澡了 這裡兩桶 姐夫又要抹身 姐姐經常沖廁所 高必日清潔, 答案是負一桶水 還欠一桶水? 那就是去來也沒用 死局 為甚麼會這樣? 說來說去, 還是大哥教女兒 才搞得那麼多事出來 我們是無辜的 有甚麼理由要罰我們? 對, 本來我們是去浸溫泉的 那你有甚麼提議?Dee哥 你們有沒有回鄉卡? 當然有, 我想… 沒錯, 要學天上的星星 真是怎樣? 閃呀, 閃… 閃? 你們想走路嗎? 這是我們唯一的辦法 如果大家不想擔水擔死的話 我們沒路可以走的 沒路? 這樣嗎? 我要那個旁邊拿回鄉卡 快點…十五分鐘, 在家會後 十五分鐘的話… 對不起, 我真的無能為力 只要等大俠維修光復之後 我才會回來 怎麼樣? 拉姑姐 她已經退月餅吃了, 現在怎麼辦? 燒, 退了, 但內臟很厲害 是呀, 怎麼辦? 原來我傻女今早開始已經不舒服了 她跟我說過了, 拿水就是不舒服 以為她偷懶而已, 我也有責任 真可憐, 拉姑姐, 現在怎麼辦? 找點水替她抹身, 讓她退而退得快 水… 但我們哪有水? 這樣…我… 我去拿… 老公, 腰骨有事怎麼去? 等… 你肚子痛, 不行, 我去吧 等我去吧 不行, 我腰骨很小事 她大件事, 我去… 你兩個都不要去, 兩個都有事 再靜一點才行 這天就拿水回來, 再等一會吧 那好吧 你說…那三點要去哪兒呢? 家裡的證件櫃也不見了他們的回鄉證 打他們手提電話就關機了 明明是棄補潛逃 是呀, 我叫他們新教嘛 他們還做出壞榜樣 還跑去做逃兵, 你說真的? 不要緊, 老爺 高碧退燒應該沒事了 不行, 家有家法 他們回來 我一定要用滿清十大酷刑 來對付他們 回來了 回來了, 回來了 馬上給我老婆家法出來 是, 薯斗 很累 很辛苦 麻煩, 老婆, 一定沒寫到我的東西看 真是桶桶裝滿了水 是, 你們幾隻東西過來… 怎麼樣? 你們不是說去大陸去風流快活嗎? 其實阿Dee真的有叫我們這麼做 甚麼?其實有事不想過 不過高碧有事, 我們怎麼會這麼沒義氣 雖然我們受到引誘和思探 但我們始終都是高家的人 要有承擔感和責任感 無論面對甚麼事都要勇於面對 好, 說得好 算你們有些良知 怎麼了? 怎麼了? 我的心不舒服 你的心怎麼了? 甚麼事? 我已經叫我摸摸車了 不是, 我是說我的良心 我平時做人一點擔大都沒有 但沒想到我現在有事 碧叔舅父親和雷姑姐這麼好 這樣以氣去幫我玩水回來 他們真是一個好好的榜樣 當我康復之後可以像他們那樣 這樣有責任感, 這樣擔大 爸爸媽媽對不起我知錯了 傻丫頭, 不要這樣 別這樣想就好了 是呀, 現在沒事就好了 不過我們只有三桶水 這樣也不夠了 不要緊了 最多我乾煎蝦蝦, 是呀 如果有甚麼我可以去公廁 那就是汽水當水吧 先撐著吧 各位, 你們不用煩了 有些時間的關係 我已經訂了屈人紙證漏水 很快就送來了 好呀, 這樣好呀… 讓他送來了, 讓我來吧 陳仔, 甚麼事 對了, 全家都在這裡 有件事要跟大家說 就是關於這次大廈維修的進度 行了, 也就是現工程 就是工程未能依事完成 不是呀, 這次工程相當順利 所有鹹淡水和電梯 在三個小時前已經做好 恢復供應了 甚麼… 你們不是去擔水吧 根本就是白祖 天然氣的隕藏量豐富 在澳洲、俄羅斯等地都有汽田 而在燃燒的過程中 天然氣比起其他化石燃料 能夠產生較少的溫生氣體 因此可以說是一種 比較環保的能源